洋葱怎么做,看着就会馋的流口水呢? 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洋葱的新吃法 先把洋葱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再用手把洋葱丝抖散 准备一本清水,放入洋葱丝 加点食盐和白醋,去除一下辛辣味 用手抓匀之后,放在那里浸泡五分钟 准备一个青椒切成细丝 再准备一个红椒,也切成红椒丝 这个小米辣切成圈 再准备这个大蒜切成蒜末 把洋葱丝控干水分,放入盆中 加入蒜末和小米辣 再加入适量的食盐和白糖 放入青红椒丝,加一勺的小茉香油增香 加入两勺生抽 再放入一勺的辣椒油 再放一点油炸花生米 然后用你的右手搅拌均匀 拌匀之后装盘,美味即成 洋葱用这个方法做,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吃起来清脆爽口,开胃又解馋 非常的好吃又下饭 好了,喜欢就试试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